今天我们会继续在哥林多前书去思想神的说话 当日保罗离开了哥林多教会 接着有些信徒就回到他们以前的一些习惯 就是去到这个庙里面去参加一些仪式 或者甚至去那里去认识他们所献上的祭物 当这件事教会有向保罗反映 保罗在第一个书信里面可能已经有提及 但这件事去到哥林多前书的第二封信的时候 保罗再次是跟他们讨论这个问题 他们今天其实不是从第八章 只是听到八章的 我们看第八、第九和第十 你看到整段三章里面都提及到 这个吃或者是不吃这个祭祀的食物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会以这样的形式去看看 第一就是看看吃和不吃这件 为什么这么大件的事情呢 第二,哥林多教会当日面对的是一个什么问题 跟我们今天面对的可能有些不同 有些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的呢 从保罗的回答里面 是引用了有两个很重要的圣经的原则 我们想看看这两个的原则 能够可以今天帮助到我们信徒的生活 好,我们首先要看看吃和不吃 我们假设有以下这三个的情形 第一就是如果有人请你去一个二教的庙 不是基督教的啦 在那里参加一些宗教的活动 那些可能是一些庆功的仪式 或者是一些神诞啊,那些庙坛啊那些那些 那如果人家请你去 那你会不会去呢? 会不会出席呢? 那第二个问题 如果这次就是朋友请你去 就是他自己的宴会 可能是生日会 可能一个是一个感恩的 他自己想来到去请你 来到去参加这个的兴典来的 不是神诞 是个人的可能是社交的场合 但是呢,他就在一个庙里面进行 那你会不会去呢? 那第三,那如果朋友请你去,是他家的 是一个很中性的地方来的 那但是他拿出来的食物里面呢 是带了一些呢,是祭祀的食物 那他可能不是信耶稣啦 那他需要带回来呢,那些 哎呀,那些仇报,那些长寿面 很有意思的,那样 你吃了呢,就一家不平安的 那你会不会吃呢? 那这三个问题,那我们不要答着 你想一想先 到我们看完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呢 我们再看回这三个问题,好吗? 那好了,那我们看看 哥伦多教会当日 面对的是什么的问题呢? 他们吃和不吃,我们今天来说呢 是健康的因素啦 或者那些食物是究竟干不干净呢? 我们不需要戒口啊,之如此类 或者在文化里面的区别 那些我们觉得太噁心,我们吃不下的 那好像有些人说去中东 那他们是那些羊的眼 是一个很珍贵 和是很,在他们来说很喜欢吃的东西 那你看到你真的不敢够下去的 那现在不是这个问题 是当日里面呢,在罗马的时代 在基督徒,他们无论在公开的场合 或者在私人的宴会里面呢 都会面临一些的问题 就是那些的食物 他们很多时候,他们是当宰杀的时候呢 他们特别是在制制方面呢 就会将那个的主号之后呢 都会分成三份的 那当日,羊也好,牛也好,整只呢 是吧,烧完之后,大牌延正的时候呢 就一小部分呢,就用来烧在壇上面呢 就向他们那个神明,以示一个的借恩的 那第二呢,就在一部分呢 亦是撤了出来就是给一些制司 以示呢,要多谢他在这个场合里面 他做的那个身份啊,和主持啊 那其他的那些呢 那其他的那些呢,就是大牌延正的了 那有时呢,如果是吃不完整只牛 那如果你不是很多人吃不完 那样怎样呢,那就拿回家了 那有很多时候可能呢 就是会拿菜去卖的 那在公开来到市场里面 买回来的时候呢 你不知道你买那些的牛羊 或者那些的食物呢 是有没有经过这个制制形式 而留回来的物品来的 那你卖的时候呢,你真是不知道 那一些学者里面 在一个考古学里面是看到的 他说在当时发掘了一些古卷 不是圣经的古卷 那又提及到呢 是某某人,可能这个是一个贵族 是请人去参加他的贵族 那贵族的地方呢 就是在他们所敬拜的 偶像的庙宇里面的 那所以这个问题是吃还是不吃 那可以综合来说呢 回到三部分 第一,在哪里吃 第二,食物的来源在哪里 是不是经过这个祭祀的庙宇里面的 敬拜 第三,跟谁吃 好了 跟谁吃 跟谁吃 跟桌子那些 或者跟出席的人 那究竟是什么人 重不重要呢 好了,那其实呢 我们就先看看答案 看完第八章 保罗的原则是在哪里 那在这三个问题里面 保罗其实在第十章里面很清楚说到 在哪里吃 重不重要呢 不是地点的问题 而是那个场合 是什么的场合 如果那个特别 是在一个寺庙里面 吃 祭祀的食物 是参加一个 神诞 诸如此类呢 很久在第十章 就说到 那么我怎样说呢 是说 祭偶像之物 算得了什么吗 或说 偶像算不得什么呢 不 第二次就说 我是说 你们所献的 祭是祭鬼 不是祭神 我不愿意你们与鬼来往 你们不能喝主的灰 又喝鬼的灰 不能吃主的盐迹 又吃鬼的盐迹 那在这三章的圣经里面 你很清楚看到 士图保罗是禁止 当日的教会的送徒 去参加一些鬼节 或者一些偶像的 一些伴 来到去参加他们的宴会 去庆祝神明 或者他们所敬逢的伴 佛诞也好 皇帝先诞也好 观音诞也好 在那里吃东西的时候 你已经是参与了他们的庆祝 这不是纯粹一个观光 不是纯粹一个去亲一下热闹 去吃一下花生 去做采访 不是 但是 当然 如果你是做记者 或者你要做一个研究 去出席的身份 当然是不同的 但是如果你以一个出席 去参加这个宴会的时候 保罗说 其实你在当中里面 已经参与了他这个 敬拜的仪式 所以你一个人吃东西 不只是吃那个食物 而在背后里面 你的身份 你是基督徒来的 你能不能够去参与一个 这样敬拜偶像 或者敬拜其他的神明 保罗说不能够 第二 在哪里 那些食物在哪里来呢 保罗跟着也都在 第20 同一章 第十章 第十五 第十六节 他说凡市场所卖的 你不知道来源在哪里 现在可能有些就写明 食物的来源在哪个国家 但是有些已经写得很统统 他在不同的国家里面 不过在澳洲里面包装 你有时真的很难去断定 当日里面保罗说 在市场所卖的 你只管食 不要为良心的缘故去问什么 这一句话是宗教的出版点 不是说那个食物的 優良 或者是那个 有没有要污的程度 不是说这些事情 你不要因为你自己的信仰 而去怀疑这件的食物 是否参与 就是参与过一些这样的 敬奉二教的形式的食物 比如说 你去买个包 你怎知道那个包 是否 譬如去长洲 香港长洲 他有一个会计 你怎知道那些包 是他自己的店铺出来做的 还是真的在那个庙 做完之后拿回来的 他卖你不知道的 就是宝来华 在市场上卖的肉 你的食物 不需要问那么多 只管吃 放心的 不需要有一个 我对不起了神主 会不会得罪了神 或者 会不会因为我吃这些食物的来源 不结症 而引起 或者引上 我参严了这些神明的敬拜 不需要的 只管 你就放心 因为 因为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市属主 他的原因就是说 我们放心吃 因为 主 是创造万物的主 在他的恩典里面 他给我们能够享用万物 以致我们可以有生存 可以自己之内 在世世代代 我们可以一直延长 所以我们说 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所相信的是主 是唯一的旧主 唯一的创造主 他所做的创造物 所以我们能够享用 这个是很自然 理所当然 不需要为这件事情 是过分的 问一些 不需要问的问题 好了 那第三 跟谁吃呢 保罗尔也是第十章 说到 如果有些不信的人 请你去吃饭 那你也不知道那些食物的来源在哪里 难道你真的问 你在哪里买的 有时是 你买得很漂亮 在哪里买的 我们有时客套 不说这本的说话 但是如果你有这样的怀疑 这个不信主的 说他要隔离的时候 是很多这样的地方 不知道食物的来源在哪里 保罗说 如果你是愿意参加的 那你就要欣赏主人对你那份的情意 去款待你 凡放在你面前的主管吃 不要为良心的缘故去问什么 但是有些人说 他说 这些你现在台上的 有些是欠过的 那你吃不吃呢 那保罗尔就是说 你为了对方的良心的缘故 你呢 就不如不要吃好过 29节再说清楚 我说良心 这个不是你自己 你害怕吃了之后 有自己有什么损害 或者是因为吃这些 已经是欠制过的食物 而令到你是染上了 这个祭祀 在背后里面的神明 不需要害怕 他说是为对方 不知道他怎样想 他可能是因为这样 令到你不开心 吃得不放心 不如你自己做一个决定 就不吃那样东西 那这样的问题 你说有这样的事情吗 是有的 我以前在家里是 有时是款待朋友的时候 那我家里不信住 那一起吃饭 那有时呢 是初一十五呢 那家里做生意呢 不多不少呢 有些拜的 那拜完神那些 那拿出来 那有些朋友来的时候 他可能是基督徒的 那觉得 嗯 你 又拜个 又拜个造军 又拜个土地 那 那 你拜完之后 你快要再煮熟 那出来 那 那 吃不吃呢 那 那 有些 就 哎呀 你知道是信耶稣的 隔开一点 那他说 那这碟呢 是没货 那这碟鸡 是没有拜过的 那 令到你吃得开心些 那 那 那 有些真的 是 有些是出现的 那如果是这样 告诉你 那 那 你怎么办呢 那 那 那 但是 如果 不想那些解释 那 那 就不吃, 保羅其實這句話是, 食物本身就不會令到一個人成性, 也不會令到一個人得到不記證, 也不會因為錯食了這些食物, 令到我們得罪了神, 我們有這個自由在, 有這個可以吃又得, 不吃又得, 所以保羅說, 食在第八章的時候, 食都如說是沒有特別的利益在, 除了吃飽的肚子之外, 除了是美食之外, 在宗教上面, 跟神的關係來講, 食和不吃是完全沒有一個直接的影響, 但是你不吃的時候, 其實你想著, 對方的, 這個是出於你自己, 不但信心的問題, 是愛心的問題, 是吧, 如果對方是不介意的, 那你不想他, 哎呀, 譬如, 有些, 哎呀我不知道你不能吃, 馬上又要去寄送給你, 那是很麻煩的問題, 那你喜歡愛心的問題, 不要緊的, 不介意的, 我是基督徒, 我相信神給我的食物是潔淨的, 我是不介意的, 那你不吃咯, 那, 保羅來講, 這個, 你怎樣去衡量, 和怎樣去做這個決定, 是你有少少的空間來自由的, 當然這裏不是說在廟裡參加, 而是廟的慶典, 而是在一個私人的場合裏面, 你無需要去過份憂慮給食物的來源, 或者是對方跟你講這些是祭祀過的食物, 如果你為對方的緣故是不吃的, 不吃咯, 吃少一點, 或者是吃少一點咯, 那一般來說, 如果是沒有肉的, 那些菜的, 照我知道很少是, 全部的菜都是經過祭祀的形式, 那便吃少一點咯, 那我們回來第八章, 看看保羅在這裏, 而去教導信徒怎樣去做這個決定呢, 吃或者是不吃呢, 所以我們回到第八章的時候, 第一節很久很清楚, 它是回答這個問題的, 它說關於祭祀過偶像的食物, 那它呢, 你講之前呢, 它就講了三節, 那三節就是講到知識和愛, 那它是因為呢, 當日的信徒他們的決定呢, 就不是以外心來做一個限量, 而是以他們的知識, 即是說, 他們知道這些是沒有問題的, 他們知道吃了, 對於他們來說是不會有影響的, 所以保羅呢, 一至三節就是講到, 你那個的, 做這個決定的最, 那個basis, 你那個理由的, 那個據點呢, 是出自智慧是不對的, 知識是不對的, 要出以外心, 我們回頭再看, 如果看到第四、五、六節呢, 你就知道它所講的是什麼說話, 因為你不知道當日, 教會那些人是講了什麼, 我們只能夠聽到, 看到保羅的回答, 就好像聽電話, 你聽到你現在那個人所講的回答, 你聽不到對方究竟在電話裡面 問了什麼問題, 第四、五、六節呢, 你就會看得清楚一點, 保羅說, 關於吃過製偶像的食物, 他說, 這一樣, 你和我大家都知道, 你叫什麼, 他說, 偶像在世上, 算不得什麼, 我也是知道, 相反來說, 在這個世界裡面, 只有一位的神, 就是他見貴的, 又真又會創造萬物的主, 神只有一位, 雖然, 第五節, 在天上或地上有許多所謂的神明, 就如哈門中間有許多的神明, 許多的主, 就是說, 在基督教以外, 很多人都是去敬畏, 或者參拜, 或者奉養一些的神明, 說得不好聽, 就是滿天神佛, 在今天裡面, 也都是很多很多這樣的事情發生, 保羅說, 我們知道, 我們所相信的, 在聖經裡面, 被我們所體驗到的, 是很清楚解釋到的, 我們的來源, 是創造主, 我們唯一的神, 我們要去敬拜祂的, 所以保羅說, 這個東西我們知道第六節, 我們只有一位神, 就是父神, 萬物都出於祂的手, 我們也歸於祂, 只有一位主, 這位就是耶穌基督, 是我們道成肉身, 而向我們去清楚表明的父神, 三位一體的真神, 萬物都是藉著祂而做的, 所以在四五六節, 保羅說, 你們所說的, 我是知道, 也都是同意, 滿國話說, 他們的推理就是這樣, 既然, 偶像只不過是人做的, 不論是石頭也好, 木頭也好, 封了金的也好, 是人手做的, 創造的, 人創造的, 我們相信的是, 人是神創造的, 所以來講, 究竟這些, 既然這些偶像, 都不是真的, 是不, 不存在的, 去參加他們, 不存在那些, 神明的食物也好, 或者參加他們的慶典, 裡面有沒有問題呢, 不存在的, 他們的思想就是這樣, 既然他們不存在的, 食物是供奉給他們, 不會說對我們有傷害的, 食物就是食物, 食物從神而來的, 所以他的論點就是這樣, 保羅就說, 你這個, 基於你自己的知識, 你說你懂, 你從聖經裡面得到真理, 怎麼其他人無知, 你知道嗎, 這個, 你的知識, 我同意, 但是你, 不要以為, 你是吃光, 好了, 所以回來, 第一至第三節, 他說你知不知道, 你所謂知道的東西, 其實是好笑, 好笑, 宿林的東西, 其實我們知道多少呢, 不是很多, 有人說, 你越知道多, 你越知道你不知道的東西, 是更加多, 你明白嗎, 你以為, 我現在讀完大學了, 我拿了一個學位, 在很多人的眼光來說, 你是一個很有學識的人, 其實呢, 你知道原來, 你學了, 只不過是好少少的氣募, 有更多更多, 你未掌握到的, 你未解釋到的, 是吧, 很多時候都是, 在工作上面也好, 在神學上面也好, 我記得我初初入神學院的時候, 我還是一個神學生, 有教會, 知道有神學生, 就有, 雖然說完, 就請我去, 他給個題目嚇到我, 他要叫我去說, 那天是神學生, 今天給我一個, 特別是在教導上面, 深一點的問題, 他講到啟示六個一千年, 前千禧年, 後千禧年, 嘩, 看到那個問題, 我都突然之間, 我跟師生說過, 我怎樣去應對呢, 在很多人的懶中來說, 你知道少少就是一個專家, 不要, 不要, 好像香港人說, 不要知道少少就是辦代表, 我們知道其實是比我們不知道那些, 是很少很少, 不知道那些是更加多, 所以保羅就是說, 其實呢, 知識, 好像說, 有些香港人說, 半桶水呢, 是隔壁響的, 這件事就是, 令到人呢, 你會自高自大, 你以為, 我行了, 我了解了, 廟宇寺長, 那些是死物來的, 是紐杖來的, 我們不知道背後裏面有什麽事, 所以他們實際上, 保羅說, 你不要以為那些石像, 那些廟, 是一個建築物, 在背後裏面, 他們所敬奉的, 可能是那些邪靈在後面, 所以你千萬千萬不要這樣低估這些事情, 所以他第二節, 若有人自己以為知道什麽, 其實仍不知道的, 他仍然是不知道, 他應該知道的東西, 沒有意思, 那他反過來, 他說呢, 他如果愛, 就沒有了, 如果出於愛心的時候呢, 若有人愛神, 神就認識他, 我們的智慧其實很少, 我們以為有些人呢, 我能夠用智慧, 或者用智識, 去證明神的存在呢, 其實我們真的很少, 我們智慧是很簡單的, 在神的眼中來講, 如果神給我們能夠可以, 好像一個神現實, 證明到祂的存在的時候, 這個神是受到我們的控制, 反過神的思念, 神的智慧是遠遠超過我們之上, 反過來說, 如果我們愛神的時候, 神是知道我們, 神是認識我們, 就是我們對神的認識, 仍然都是不夠深, 所以我們更加要追求, 更加在聖經裡面, 去理解到神給我們的訊息, 以致我們能夠去知道, 在這個經歷裡面, 神又真又悶, 祂那個意思是怎樣, 祂做事, 為了去成長什麼事情。 愛神, 因為神是愛我們, 神是認識我們, 去尋找我們, 這是我們跟神的關係, 在彼此來講, 如果我們以一個愛去活出來的時候, 就會令到對方和彼此有建立, 所以他在第一節說, 知識使人自高自大, 在我們的經歷來說, 很多時候真的看到, 要很小心, 沒有自己自高自大, 但是反過來, 保羅說, 愛心就能夠造就我們自己, 也能夠造就對方的。 所以這個第一個原則, 就是知識和愛的比較, 你怎樣去引用你這個愛呢, 特別在認識和不認識的關係裡面, 明白嗎? 好了, 你不要以為你是認識了。 第二個原則, 他就說, 不要令到其他人跌倒, 不要叛倒逼人。 所以第七節他說, 可視不視日人都有這個知識, 有人到現在, 一拜慣了偶像, 仍以為食所吃的食材過的偶像的食物, 既然他們的良心軟弱, 也就呼為了。 意思就是說, 你知道, 是偶像, 只不過是人造的。 對於你來說, 食是好像覺得沒問題, 但是有些人, 如果以前是快過偶像的, 或者是契過給這個神明的, 現在吃回這個祭過給這個神明的食物的時候, 他心裡可能覺得是不舒服的。 有些人, 我記得在小時候, 有契過女生, 契過觀音, 怕他養不大。 我媽那時候是, 因為有這樣的事情發生過, 因為家裡第一個女兒是養不大的。 我妹妹出生的時候, 有些個迷信, 他又不是把她去契觀音, 契黑衣。 你真是很… 是的, 原來事後, 我告訴她, 帶我妹妹去她的黑衣婆那裡, 叫她媽媽那樣, 給我衛視對方, 換句話說, 在她們的思想上面就是, 有這樣的神明可能是不放過我的女兒, 或者是不想我家裡有女兒, 所以會對我的女兒有些做一些侵害。 所以, 現在都要欺騙神明, 這個不是我的女兒, 是一個黑衣婆的女兒, 有這樣的事情。 那, 這個是一個, 我已經在家裡一些的事情, 我不介意和大家分享。 那, 其實呢, 就是表示出, 我們人呢, 是有時不信耶穌的時候, 對於一些靈界的事情呢, 是很多的自己, 無論是聽人也好, 有些用自己的方法去解決一些問題, 以至自己能夠平安去度過一些災難, 一些難關。 那, 有些人如歸, 有這樣的背景的時候呢, 就怕了, 啊, 我以前, 是小時候, 我媽媽帶過我去, 契了這個王大仙, 或者是契過孫兇, 那, 會不會第二次, 我今天信了主了, 就算是洗了禮了, 那, 我一個不小心吃過這些這樣的東西, 會不會跟他追回來找我呢, 那, 那, 有這樣的問題在那裡, 那, 所以, 保羅, 他不是活在我們今天這個世界裡面, 但在當日裡面, 他也說, 你不要因為你自己覺得, 你是沒問題, 就去放心去吃, 有人因為你這樣自由的決定, 而跌倒的時候, 你於心何忍呢, 你不開心, 就去看吧, 是吧, 你擺之過, 其實, 食物不能使我們更接近神, 因為我們不吃也無損, 吃也無益, 可視你們要謹慎, 免得你們自己自由, 竟成了軟弱人的灌腳石, 就很清楚, 吃和不吃, 對於我們自己個人來說, 得益是很少的, 不吃就吃別的東西, 對不對, 也順便帶一帶, 就是在基督教裡面, 我們有時不多不少都參念了一些這樣的意識, 就是食物, 好像有一些的食物, 令到我們有一些特別的保護能力, 羅馬天主教, 這些聖水能夠保護你的, 甚至在基督教裡面, 有些是講到叫做, 比較在年輕派當中的極端那些, 就是賣一些的聖物, 十字架也好, 有些聖經也好, 這些能夠保平安的, 或者是某某牧師, 或者是為這些祝福過的水, 祝福過的維他命卵, 你吃了之後, 你不會受到COVID的影響, 有些這樣的事情, 今天真的有些這樣的事情, 你說這些是撞騙的, 只是利用這些人的恐懼心態, 那這裡我就順便講講, 食物來講, 不會令到我們有任何的損傷, 誤識也都是所謂的聖水, 所謂的祝福過的物件, 對於我們來說, 蘇聯上面也都不會叫我們 特別和神有一個好的關係, 或者得到神的隱秘, 神根本就是對我們滿心真詞的, 所以他說第十節, 再講一開始, 對不起, 我已經講一講, 第十節, 他說, 若有人見到你有知識的人, 在偶像的廟裏坐植, 而這個人是良心又軟弱的, 他豈不放膽去吃那製過偶像的食物嗎? 因此, 基督為他死的那軟弱弟兄, 也就因你的知識沉淪了, 你們只要得罪了弟兄, 相亂他們軟弱的良心, 就是得罪基督, 所以食物藥屎, 我的弟兄跌倒, 我就永遠不吃肉, 免得我的弟兄跌倒了。 保隆也很清楚, 他的原則就是, 無論我自己知道後面那個原因是怎樣好, 但是對方, 如果特別和弟兄姊妹, 他們有這樣的背景, 或者他們的信心軟弱的, 他們不能夠辨別這件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就會讓你這個自由, 放膽去做了他們可能會後悔的事情, 或者回到這個神明裏面, 哎呀, 回去都是, 哎呀, 跟他們確認對不起, 那怕著有些什麼的損傷, 可能就是說, 如果你令到一個弟兄姊妹, 他們的信心, 因為你的知識, 而受損, 或者是沉淪, 你講到沉淪其實就是傷害的意思, 不是說永遠離開主的意思,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你是得罪了弟兄, 得罪了你的姊妹, 你也得罪了神, 十二千元, 因為這個弟兄姊妹, 替耶穌基督更重, 在那裡, 所以保羅說, 既然是這樣, 我自己的選擇, 我就是寧願放棄我自己的自由, 去承傳對方, 我弟兄姊妹他們的信心, 以致他們信得更加密, 所以這個, 既然是講到, 懂和不懂的問題, 但在主裡面, 其實是帶出一個很重要的信息, 耶穌基督在路加福音, 十七章第二節, 口清楚講到的話, 耶穌跟門徒講的話, 伴到人的事, 不要去做, 若有人把這小之中一個伴到, 還不如把磨石轉在他的頭上, 掉在水裡面, 掉在海裡面, 這樣會說什麼? 主, 吩咐給門徒說, 我們一定要很小心, 不要因為我們自己的行為, 我們自己的不點點, 或者在這方面, 用了我們自己所謂的基督徒的自由, 而令到一個弟兄姊妹, 在信心上跌倒, 主宰說, 不如你不存在好過, 是吧? 以先, 把石頭放在你的頸上, 放在水裡, 即是你不存在好過了, 這樣, 這是很嚴唯的提醒, 以及警告我們, 我們不要去做一些, 令到弟兄姊妹有損傷的事情, 反轉到積極的要愛心, 去做一些, 去建立的, 去令到承傳對方的, 這個靈命的事情, 寧願放棄我自己, 不懂保羅說, 不懂好過了, 這樣, 好了, 這個是他的保羅的原則, 好了, 回來了, 看了他們的原則, 我們回來了, 我們回來了, 我們初面的問題, 不知道你的答案是怎樣呢? 如果有人請你去參加這個佛誕, 一些開光的儀式, 很多東西吃的, 很難拿票的, 不要去, 不要去, 這個不是觀光, 這是參加他們的儀式, 參加他們的典禮, 第二, 如果朋友請你去他的生日會, 這個生日會呢, 地方不夠大嘛, 香港也好, 或者其他家人不夠, 家裡的地方不夠款待這麼多人, 那你是閉筆, 請你去, 你去不去呢, 這樣會怎樣呢? 然後他那個生日會呢, 就在一個, 在一個, 在一個地點, 在一個佛廟裏面的, 這樣, 去不去呀? 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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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可能是幾個選擇, 有幾個選擇, 第一,你可以不去, 第二, 你可以用其他形式, 說, 對不起呀, 因為我的信仰, 我不想參與, 在一個廟宇裏面的事情, 雖然你是生日, 比如這樣, 第二, 幫你慶祝生日啦, 是吧? 那你是可以, 第一, 你是, 欣賞到對方的友誼, 他是請你嘛, 他不想著, 你是值得請他, 他就不會請你啦, 他可能是知道你是基督徒, 或者知道你是基督徒, 但是他, 愛於他自己的原因, 那你可以, 就不會說是, 失去這個朋友, 是, 我很想幫你慶祝的, 但我是, 覺得不方便參加, 在這個廟宇裏面, 來幫你慶祝, 我幫你再慶祝啦, 好嗎? 這個解釋, 給他一個卡, 送個禮物給他, 跟著, 找你喝茶啦, 真的喝茶的, 不是說的話而已,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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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條, 有一條的線在這裡,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去去去又怎樣呢, 我覺得去都, 如果你覺得是, 很安心去的, 我覺得都沒問題, 但是, 要很小心去的時候, 就要去避免參加他們, 他們任何宗教的儀式 譬如對方授煙 授包、授臉 那就沒問題 如果他說 有些觸授過的物件 讓你每個人拿回家 你拿不拿呢? 或者每個人來的時候拿點香 來做一些儀式去表示宴會 你要很小心就不要去參與 所以要很小心來做決定 第三,如果朋友請你去家吃飯 這些食物可能是出於不同的地方 有些就說 我特別在觀音廟裏面 幫你拿回來的 或者廟裏拿回來的 開過桿的食物 拿出來 可能不只是你一個人 那朋友要這樣給你的時候 你吃不吃呢? 很久就很清楚 這個答案是怎樣? 不吃 吃都無妨 但你可以不吃 不如你不吃很高 不吃其他東西 你不吃的原因是哪裏 是不是對方良心的問題 好了 我們今天 在這個可以說 很簡單和不吃的問題裏面 帶出了兩個很重要的原則 我覺得這兩個原則 對於我們做人 和做基督徒來說是很重要的 第一就是知識和愛的比較 我們記得 我們在他們對聖經的知識裏面 其實 如果我們懂得聖經更加多 就更加的了解到 其實我們所熟悉的是好事好事 我們整個面子要謙秘 反過來我們要用愛心來活出 我們所得來的聖經的意識 換句話說 愛是我們的動機 愛也是我們的目的 我們的目的就是叫別人得到造就 好了 第二 原則就是不要令對方跌倒 這是愛心的行動 你愛對方 你就是承傳對方 不會傷害到其他人 所以如果我們有些甚麼事情 令到對方信心 或者是愛心有損的時候 就寧於不做 比方來說 我們最後用幾個簡單來說 我們今天可能不會去參加一些廟 也不是說買了一些是製製過的食物 喝酒 有沒有問題 去酒吧喝酒 一個好社交的場合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 小心 沒有喝酒的時候 令到可能在座裏面 有些弟兄姊妹對這些酒是不能夠控制到的 那些酒是沒有去過的 我記得有一次我信了注目給予來 有一個大家去玩完了吃東西 英國來說有很多酒吧 有很多酒吧 有很多酒吧 是喝酒的地方 其實是很騷擾的 你可以去到 叫汽水都沒問題的 是不是 有一個很有智慧的 我們過去 為甚麼 不知道在座裏面有一個姐妹 對於酒是特別是沒有控制的 它一碰到酒就不喝不停的 就會很容易醉酒 所以這就是用愛的原則 賭錢呢 我們今天很多時候去RSA吃東西 便宜一點 去STAR 那裏有甚麼special 去不去呢 問一下這個問題 因為接著之後 有些人就可以 進去賭場去逛一下 看看 去不去呢 很小心 不要因為有些少少便宜 就令到一個弟兄或者姐妹 或者其他小姐島 很小心 好嗎 一起祈禱 之後我們感謝你這個說話去見 是滿有值得我們去注意的地方 這個聖經裏面 真是可以成為我們眾人的原則 特別對基督徒來說 我們真是 很多時候 在這個世界裏面 很多時候 是不曉得怎樣 用很合宜的方法去處理很多事情 甚至一些吃和不吃 或者是去不去的地方 或者是要不應該做的事 主啊 我們求你去給你一個聰明智慧 所以 將我們所知道的 用很開心的 去小心 去做出來 以致我們 在你面前所活的 是得到你的喜悅 叫主那套妙妖 那套餅子妹做就的 主求你幫助我們 我們是喊主的 阿民 阿民 感谢观看